这代表街上有十万颗麻木的飞弹在乱窜啊 交通部长林家龙第一次到委员会被询 立委就大炮事猛攻 酒驾林容忍 行则加重修法却迟迟没通过 这个会期列优先法案 立委们先集思广义 你开劳师劳师 喝酒 我就没收你的劳师来师 你开小货车也一样没入 我是支持的 这个执法上要配套 因为也有涉及到可能租车 或者是他酒驾但没有招式 情节严重者直接没入车辆纳入考量 立委修法版本还包含累贩者强制装设酒精锁 但一套要价15到20万元 还有现刑犯强制拘留7到14天 统车乘客连坐 也有立委提议酒厕职不该设门槛 应该零容忍 但也有立委提出之所以罚不怕 追根究底是因为法官侵判 法院的量刑98%是6个月以下 当然没有办法发生嚇阻的作用 所以我个人是一再的强调 那么法官他要接地气 执法要接地气 但大法官解释日前才认定 累犯加重刑责违宪 立委质疑不能加重哪来嚇阻作用 不分情节一定加重才是违宪 所以像我们这种酒驾 累次的酒驾 这个一定可以加重 这没有违宪 累犯加重刑则愈法可行 气机车酒驾比例7比3 近三年来 机车酒驾建树下降 汽车不减反增 而汽车酒驾伤亡又比较严重 酒驾修法 立委版本多达11个 交通部法务部本周延商 拟出修法版本全力加速 因为无论刑则再重 也得先三读上路才算数 三日新闻 本身热装会其谈到